今天是大年初七 人人生日 祝大家健康開心 我是月主 大家好 今天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也就是傳統的人日 就是大家的生日 但為什麼人日會是大家的生日 根據漢代的東方索占卜書的記載 農曆新年的首八天 是為人類和不同的穀木作物 的出生日期 年初一就是雞 年初二就是狗 年初三是豬 年初四是羊 年初五是牛 年初六是馬 年初七就是人 年初八就是穀物 後來的人為了紀念這個人類誕生的日子 就將農曆晶月初七 視為人一 我是月主 大家好 今天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也就是傳統的人日 也就是大家的生日 年年我都有煮湯丸 大家可以看這片 有很多片 今年我還加了兩支番薯 其實番薯是很有益的 我記得早幾年 我們經常去跑馬拉松 年年都 在電飯煲中 教了一個時間制 一起來 三點四點 就自己立枝番薯 就自己搭車 去維園 那裏報道 我和太太都一樣 番薯的好處 真的非常之好 很多公公婆婆 自己耕田那些 雖然那些皮 都可能過百歲 但是身體很健碩 跟我們都市人有分別 就是吃了自己的農作物 你不要小看它 這些番薯很有益處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番薯糖水 加上湯丸 馬上做給大家看 這些是雞蛋黃番薯 最好就是煲番薯糖水 你看多漂亮 先不要買紫色 最好就是買這些 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顏色就是這樣的 有些很深紫的 是紫色的 那些我又不太喜歡 煲番薯糖水 因為它都叫做地瓜 在地裏面 是寒的 最重要就是 放薑 因為薑 不用批皮 洗乾淨 驅寒作用 通常煲番薯糖水 都會加些糖 我喜歡加黑片糖 會有解毒的作用 我今天要加兩磚 因為薑煲了糖水 它們不吃番薯 或者不吃湯丸 給我多一點糖水 這樣說 你要知道 我會加兩磚片糖 湯丸現在很多種 我又有些傳統的湯丸 芝麻 有些三色的水晶湯丸 沒什麼所謂的 你們就加多一點 先剔好皮 再跟大家說 剔好皮 有時買些番薯 裡面有少許焦 不要緊的 我們用刀的柄 用刀的柄 這些番薯很多時候看不到 不要緊的 農作物就是這樣 這些是正常的 黑的就剔掉 割也有這樣的情況 剔掉黑色就可以了 洗乾淨 薑 不剔皮就要洗 因為有很多泥 用布慢慢搓 在柄 慢慢用心機搓 因為有薑皮 驅寒很多 洗乾淨 刨好皮也行 沒所謂的 不過油就好些了 現在可以處理了 番薯和薑洗乾淨 我們可以切 不過這樣 以前我們不是切開一塊塊嗎 不過我理解過很多 原來切就沒那麼漂亮 其實切得了 因為我們剛才也經過刨 有些朋友說不要接觸刀的味道 我不懂 不過真的 切出來 放進鍋裡 煮好了之後 一塊塊就沒什麼動感 反而我又認同了拍就好了 用一張紙巾或者布 用這些廚房紙 拍一下 好東西就要學了 拍一下 拍散就行了 對 拍散了 煮出來就好些了 OK 其實切都可以的 即是說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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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和拍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有時候說不要煩了 那你就切 不過我經過我看過很多之後 我覺得拍是挺漂亮的 即是一間出來的花絲糖水 對 這樣就拍散了 哇 挺漂亮 找一張紙或者找一張布 這樣就不要浪費 要不然會飛到周圍也是 這些不要浪費 這些不要浪費 有時候學習就是這樣 你猜你一出生就懂什麼 好 另外一塊薑 當然啦 連皮也是跑跑的 這個很簡單 小小力 慢慢慢慢 這樣就好出味了 好 現在就可以加水了 這個三星煲 大約煲兩星水 OK 好 拿過來煲 拿過來 現在就先煮沸 這個兩個番薯 大約都要煲四個字 看看是否軟 糖不用下 讓它煲到差不多了 放下兩瓶片糖 看著找尋 這裡大約是兩星多的水 讓它慢慢煲出甜味 好 煲譜再跟大家說 大約煲了四個字 打開看看 這些番薯要看它 淋味 你看到 嘩 都挺漂亮 可以去刀刀 很香 薑味 現在味道糖就是這樣 刀刀刀 給大家看看 有番薯 客的番薯是好吃些 不過切都可以了 刀刀刀 基本上淋了 不然要再煲下去 怎麼說 就散光了 可以的 現在就可以 下瓶片糖 不過我們喜歡吃甜一點 我們先下兩瓶 先洗掉它 好 放下去 等它慢慢煲 下最小火 先煲一煲 讓它煲一煲 糖溶就可以了 OK 等它煲一煲 小心煲一煲 好 另外這邊 就是要預備 一個煲水 煲一煲 最重要 讓它煲一煲 先煲 先煲 好 這邊都煲滾了 一定要煲水才可以下湯圓 如果是一款湯圓 當然是全放進去 但是我現在有兩款湯圓 有些大粒小粒的 當然是先放大粒的 要不然一次過全部放進去 小粒的就已經完成 大粒的就不熟 這就要看環境而做 先放大粒的 先煲一煲 先煲一煲 煲水下湯圓 它才不會黏底 如果不然 冷水下湯圓 就會黏底 這個湯圓 不要以為是糖水 這些湯圓 不要放進糖水煲 小死人 因為它有很多粉 好 等它煲一會 就放進去 這些小粒的 好香 這煲番薯糖水 先打開 好棒 現在就先把湯圓放進去 先把湯圓放進去 現在我先拿湯圓 湯圓都出來了 嘩 你看很漂亮 慢慢放進去 嘩 這個很棒 吃完晚飯 記得這些日子 團團圓圓 做一個 番薯糖水 加些湯圓 什麼湯圓都可以 我今天有水蒸 有傳統湯圓 現在拿出去 大家就 喜歡吃多少就吃多少 祝大家 人人生日快樂 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 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今天年初七 麵就取其意頭 長手 大年初七 為何要吃麵呢 相傳在正月初七 是小朋友的日子